本想着石屋的这个黄果树啊 它倒下来会死掉 但是呢 它的生命力过于的超强 到现在还活得上好了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农村金镇虎哥 好久没有以这种方式跟大家见面了 之前呢 一直在弄下面的那个勺叫啊 现在呢 看到这个黄果树之前 下大水的时候呢 吹大风把它吹倒了 我以为过段时间 等它自己干枯掉的时候再来处理 但是呢 现目前看着它出了这么多大太阳 然后呢 看着它活得挺好的 但是呢 这个屋门前 就是石屋的门前 全部被它挡完了 今天呢 想办法还是把它处理一下吧 不然的话 它一直活在这里也挺麻烦的 就会把这个绂点放动 就会让它再次复複了 但它已经没关系 也要开始 拿着这种方式 我们能够得到 现在呢 我们还要够得到 我们可以够得到 然后呢 我们可以够得到 一个够子 然后呢 我们可以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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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指 而第一個 2指 1指 1指 2指 1指 3指 1指 3指 中文字幕——YK 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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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YK